車水馬龍的雪梨紅紡區街頭 出現了一幅十層樓高的壁畫 主角是一位長年倡議 援助民族人權的 White Jewry族婦女 Jenny Munro 我們所有人都認識在這個系統 所以有很長時間去戰鬥 我還沒有死 1972年為了捍衛 原住民族的土地權 族人來到首都坎培拉 在當時的國會大廈前 紮營過夜 搭建帳篷大使館 向澳洲政府宣誓 原住民族主權 當時才16歲的Jenny Munro 跟著父母一起參與了這項運動 成為他日後 投入原住民權力運動的啟蒙 我認為自己是很優秀 在我的生命中 跟我的教授的經驗 我試著做的是 把知識和教育 教育 和我可以教育 關於我們的系統 和我們的法律 我們已經在自己的土地 很長時間 而且我們沒有在自己的土地 2014年 Jenny Munro在雪梨洪坊區 發起另一個帳篷大 大使館行動 反對政府和開發商合作 在該區的原住民領域上 進行的都市計劃 因為這個計劃 將會壓縮族人的居住空間 而都更後的房價 也讓族人無法負擔 你不可以停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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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公共的土地 這是公共的土地 超過四百天的紮營抗議 紅坊區掌棚大使館獲得勝利 澳洲政府最後承諾出資五百萬澳幣 確保原住民族人可以用低價購屋 得到妥事安置 我們必須為這個地方 為了向珍妮馬羅致敬 澳洲銀行業者特別委託街頭藝術家 Annette 創作十層樓高的壁畫 她在西德尼 和黑尾峰安歐寺寺廟 就非常意大 她的奧運力 她的能力 她的能力 她的能量 她的能力 這是我的畫面絕對的一切 Jenny Morrow的故事 成為藝術家創作的靈感 她本人則更期待這幅以她為題的巨型壁畫 能引發澳洲大眾思考原住民權力運動的奮鬥歷程 以及國家有待完成的事項 記者Alan Baza編譯